百加勒的合局是一赔八,但是从算牌角度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很难得到正数学期望值 但是目前某些赌场提供特定点数的合局赔率,比如装衔六点核,赔率是一赔四十五 这样的合局旁注就带来了巨大的玩家优势 经过研究发现,这也许是频道开播以来发布过的玩家优势最大的算牌策略 如果云天不是有工作要做的话,真想明天就飞到那家赌场去算牌演一个大大的年终奖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旁注的算牌策略 分析人生概率,解锁财富密码,欢迎来到数学港湾频道,我是云天 装衔六点核是百加勒的旁注,当装衔双方都是六点产生合局的时候 押注这个旁注的玩家就能获得一赔四十五的赔率 比频道以前发布的龙七旁注赔率还要高 但是出现的机会非常少,赌场优势高达11.5% 远远高于龙七的赌场优势 看到这里大家也许非常气馁,先别急,请继续往下看 我们经过研究发现,通过合适的翻牌策略 玩家可以获得最高达13.2%的优势 说实话,看到这个结论,云天我都非常震惊了 这个优势太恐怖了 我真不敢想象为什么赌场会提供漏洞这么大的抗注 由于这个玩家优势实在是太大太吸引人 相信赌场也一定会严加注意玩家的算牌行为 所以视频的最后会告诉大家如何在赌场算牌而不被发现 请不要错过 老规矩,由于绝大多数观众不喜欢看复杂的数学分析过程 接下来我们切入主题,直接上干货 装弦6点核庞柱的算牌策略如下 A2345计算为0,6计算为-7,78910以及所有的花牌计算为-1 压住策略是每当帧数大于等于7的时候就压住这个旁注 根据不同赌场切牌数量的不同 玩家获得的游戏优势也不一样 切牌越厚,玩家的优势就越小 比如切14张牌的时候,玩家的优势高达13.2% 平均一削牌可以赢1.2组 切半副牌的时候,玩家优势11% 平均一削牌赢0.92组 由于这是正数学期望值的打法,懂凯莉策略或者应用蓝法的玩家可以适当应用 这样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 由于有很多观众是第一次看本频道的算牌视频 所以我们每一期还是介绍一下帧数该怎么计算 老观众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段看算牌效果评估 帧数的计算和我们以前算牌击败龙漆的那期视频是一样的 我们用算牌策略来举例 随着百家乐每一句牌开出来 玩家按照这个算牌系统进行加减计算 得出一个数字叫流水数 比如这句开出来一共六张牌 942和657 那么流水数就是 加1加0加0减7加0加1等于负 下一句牌开出来 在目前这个数学基础上再进行加减计算 得出流水数以后要计算帧数 也就是流水数除以剩下还有几副牌的数量 百家乐一般用8副牌开始游戏 平均一局牌消耗5张牌 玩家可以看百家乐游戏桌旁的电脑显示屏 上面显示前面开了几副牌来估算还剩下几副牌 假设前面已经开了30局牌 那么平均一局5张牌 30局消耗掉30乘以5等于150张牌 8副牌一共是52乘以8等于416张牌 减掉游戏一开始前面销毁牌的张数 计算出还剩下几张牌 假设剩下的牌还有 416减去150减去6等于260 6是游戏一开始消掉的牌的张数 然后除以52一副牌的张数260除以52等于5 这就是还剩下5副牌 再拿刚刚的流水数除以剩下几副牌的数量就得出帧数 如果帧数算出来大于等于7 那就压住装弦6点和旁注 长期下来玩家是必赢的 总的来说 这个旁注由于玩家压注频率很高 出现压注机会的概率是9.3% 所以盈利很快 平均一削牌可以盈利1.2主 这还只是平注压注的情况 如果结合蓝法或者凯利策略有足够的资金 盈利的速度会非常快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赌场很可能会很快注意到你 那怎么办呢 请继续往下看 如果可以长期玩这个旁注 等于在金融市场找到一个正数学期望值的量化投资策略 不过在金融市场一次买进卖出可能要等很久 但是赌场游戏一手牌只有几十秒 华人世界众手周知的赌生戴子郎说过一句话 在他看来 在赌场找到正盈率的游戏和在金融市场的投资是一样的 作为一名无法抗拒赌场游戏诱惑的赌徒来说 如果进入了赌场 那么就要找到可以战胜赌场的方法去玩 而不是靠碰运气把辛苦赚来的钱去送给赌场 而一旦找到可以长期盈利的方法就要保护好 不要让赌场轻易取消这个庞足 或者自己被赌场拉入黑命带 接下来我们介绍如何不被赌场发现算牌 在西方国家赌场属于私人领地 也就是说赌场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禁止某一个玩家经历 百家的游戏中赌场提供纸笔让玩家记录游戏过程 想长期靠算牌策略击败赌场要低调低调再低调 那怎么样才能低调呢 主要有一下几点 一 不要让赌场或者旁边玩家觉得你赢很多或者非常专业 要和普通碰运气的赌徒看上去差不多 让赌场以为你就是个烂赌鬼最好 比如拿杯酒大声吆喝等等 看本视频的观众都是聪明人 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二 大家在用纸笔记录的时候可以适当把数字变化一下 不要让头顶的摄像头里面看到你的算牌 要像普通赌客那样去抄写百家乐的路 各种蓝的红的OX 可以利用筹码加减AB这些旁人无法理解的符号来记录 三 一边赢引一边把筹码放在随身的包里 放在桌上的筹码要看上去越来越少 而不是越来越多 凤凰说你不是祖辈的续集 不是后代的钱赚 不要因为没有掌声就丢掉梦想 也不要因为前面漆黑一片就轻易放弃 相信自己总有一天成功会为你而来 让我们在获得财富自由的路上一起努力